大家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3年5月28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比赛 加利福尼亚职业赛 在最后一分钟 欧利万二世 也就是欧利万他爸的儿子 宣布参加本次比赛 而且他是赶这个从迪拜最后一个航班 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他的状态能不能调整好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而本次比赛的主裁判不是别人 他正是我的大姐 他的名字叫三迪 这位三迪可是职业联盟 除Steven主裁判之外 另外一个重磅裁判 那女子项目那就不用说了 她就是No.1 人际还负责男子项目 这位老大姐如果你惹了 她我跟你说俩字啥没名字 她看着很善良 但是要求也很严 你摆着posting姿势 一定要按三迪的要求 本次比赛前三迪还特别在赛前 给运动员做了一些讲解 但是在现场 我没有看到韩国大将李承哲 我看到了欧利万二世 他爸的儿子 李承哲已经到了 目前呢 他的状态还属于一个未知数 相信在台上 他和欧利万二世可以抗衡 能战胜 这个方圖棚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但是你看欧美的 他的健美媒体 他不提李承哲 但是你大迈哥要提李承哲 作为一个亚洲运动员 能参加美国本地赛相当不易 你大迈哥不管你从哪来 也不管你往哪去 只要你是健美健身好小伙 我你大迈哥都要挺你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场比赛也在进行中 他就是Steven-Cluh经典赛 而这场比赛主要关注一个人 就是他的举办者 Steven-Cluh Steven-Cluh你别看他健美形态一般 但是在健美圈人脉很扎实 而今天另一场值得兴奋的比赛 就是成吉思汗健美公开赛 他是第三季 这场台湾本地非常知名的一场赛事 谁参加了 我们的小伙子王翔 大家知道王翔 刚刚参加完日本拿卡赛 从时间来说还是有些急促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艰苦条件下 王翔依然在小组和全场 取得了两个冠军 我回看了一下今天的比赛 整个过程 王翔夺冠还是非常轻松 在很轻松没有压力的状态下 王翔 而且本地粉丝很多 王翔 他取得了全场冠军 现场主办方 发了大奖牌和大现金 王翔的肌肉形态 我觉得感觉比日本的 这个拿卡赛还要好 现场我看王翔和你很激动 他当时拿到奖牌之后 气不成声 你再看日本职业赛 这回拿卡的那个 舰体小甜妞 赶紧切换 你看这王翔在这日本 拿卡赛的这个状态 那是同日而语吗 接下来马上的比赛 就是韩国HP 这厉害的 一个教练带五个徒弟 现在我跟你说 教练都要走到前台 你看这照照片 这个教练应该姓好 我们就管他叫好教练吧 你看这照片上 左一 雷蒙德 一米八八 脚一米九了 还有右一 谁啊 蒋孙后 几位小伙子为明天的比赛 做足了准备 教练也是亲力亲为 亲自带队到场 这就是什么 两个字 啥 敬业 我看这有打舰体 有打鼓点的 这特别是这位运动员 小伙子这肌肉很干 状态调整的不错 接下来我们再看那谁 看一下这个雷蒙德和 蒋孙后打舰体 叹塌米线的展示 好 这背部可以啊 背部两大素 两个人都看见了 可以啊 这个细节非常明显 小伙子好好发挥 在台上 我相信更好的表现 说从照片上来看 这几位选手打舰体 这个基本上都是 破的水准 右边这个小伙子 叫Jadam 他的腰很细 感觉有点像 韩裔小将 韩裔小将不六月份 也要来吗 刚上温游 大家都很兴土 都来自五湖四海 但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同一份追起 大家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师兄弟 这是一种积极向上 我们人性的魅力 韩国打卡赛 我还看见这一哥们 谁呀 蒙苦舰体第一赛 这哥们六月份 也要参加AGP 破的比赛 说完比赛咱们说一下健美圈 大事儿 大吉尔米 亮出了自己的状态 准备十个星期 他要达到一个目标 目前也看不出来啥 但是大吉尔米 有一个标志性的呼吸动作 你看看我学的像不像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迪拜养气健身房 布兰登嘎里 也亮出了自己 最新的训练视频 我记得是在三年前 是布兰登嘎里的师傅 在后台看到了 菲尔西斯好像是 看到完事儿之后 还是语出狂言呢 结果后来 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道歉 师傅名字叫阿布杜拉 说起师傅 另一位大师傅 那就是我们的这位叫 艾斯爪 那是谁的师傅 一会儿咱们说 但是 这位师傅 在业界 也是非常有名 这部这两天 见到大拉米 还非常的激动 想起几年前 和大拉米一次拍照 当年他的徒弟 就是我们刚刚去世的 嚼着三世 为什么感慨 他徒弟已经撒手人寰了 抢起嚼着三世 你大麦哥有些伤 他现在是谁的师傅 他现在是我们拔舅的师傅 拔舅不用说了 刚刚在纽约职业破 R212级别 他取得了个冠军 看来艾斯庄 也是一位名师 就在这个时候 让我想起了 当年非常瑟瑟的 两个年轻小朋友 一个是米老鼠 一个是小将尼 而现在两个人 都是奥赛和阿诺德的冠军 他的师傅 就是看起来 非常和善的马特 马特培养了两位高徒 目前的成绩都非常好 特别是往上走的一个状态 今天属于快速播报 节目最后 上回在纽约职业破 有一位运动员 叫莉莉东 她在本次的这个 Wellness级别 她还真取得了一个第三 成绩还不错 女子Wellness级别 是大麦哥 还是挺关注的 小姑娘2019年 2022年 经过四年的变化 确实变化很大 从名字来说 我感觉这位小姑娘 她一定是会说中文 希望她在日后的比赛 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了 还有一个事 来自俄罗斯非常知名的 古德诺夫小将 最近出大事了 是谁 咱们一看照片就知道 原来是她 有的观众表示 这小伙子不是最近挺红吗 还怎么出啥事的 她前一段时间是刚刚结婚 现在又爆出来 她那个欺骗她的性婚妻子 而且还有点保利吧 那种倾向 我感觉她好像是得罪谁了 有人要搞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咱们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